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积爱儿童绘本故事频道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叫 你把水桶加满了吗 这个水桶究竟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把水桶加满呢 我们到故事里去看看吧 在世界各地 每一天每个人都随身带着一个隐形的水桶 你看不见它 但它住在那儿 你有一个水桶 你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一个水桶 你的爷爷奶奶 你的朋友邻居 也都有一个水桶 因为人人都有一个隐形的水桶 隐形水桶只有一个用处 那就是用来装你对自己的好想法和愉快的感觉 当水桶满满的时候 你会感到幸福和快乐 当水桶空空的 你就会感到孤独和难过 其他人也和你一样 当水桶满满的 他们会快乐 当水桶空空的 他们会难过 拥有一个满满的水桶 当水桶空空的水桶 你就会装满一个水桶 因为你就是加水人 加水人有爱心又体贴 他们说好话 做好事 让别人感到很特别 当你让别人感到特别 你就是在装满一个水桶 但是你也会从水桶中摇走愉快的感觉 当你取笑别人时 当你对别人说了难听的话 做了不好的事 当你忽视别人时 你就是在把水桶咬空 因为你就是摇水人 欺负人的人 就是一个摇水人 摇水人总是说些难听的话 做些不好的事 让别人感觉糟透了 摇水人的水桶 也是空空的 他们以为 咬空别人的水桶 就能抓满自己的 但这根本不管用 当你咬空别人的水桶时 你永远也装不满自己的水桶 可是 你猜怎么着 当你装满了别人的水桶 你也会装满自己的水桶 帮助别人快乐 自己也会快乐 每一天 我们所做的 和我们所说的 不是在装满别人的水桶 就是在 咬空别人的水桶 试试去装满一个水桶 看看会发生什么 你爱爸爸妈妈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 你还可以说出 爱他们的原因 这些温暖体贴的话 会马上把他们的水桶 装得满满的 看 微笑让他们涌光焕发 你也跟着笑了起来 微笑是一个水桶 被装满后最好的证明 如果多加练习 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加水人 只要记住 每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水桶 想一想 说什么或做什么 能把它抓满 这儿有一些好主意 你可以微笑着向公车司机打招呼 它也有一个水桶 你可以邀请新来的同学 和你一起玩 你可以给老师写一个感谢便条 你可以告诉爷爷 你喜欢和他在一起 装满水桶的方法 有很多 这既有趣又简单 与你的年龄无关 也不需要花钱 更用不了多少时间 并且要记住 当你装满了别人的水桶 你也装满了自己的水桶 当你是加水人时 你的家和学校 还有街坊司灵 会因你变得更加美好 因为装满水桶 人人开心 那么 为什么不从今天开始 每天都做一个加水人呢 只要每天一开始 就对自己说 今天我要做些事情 来装满别人的水桶 而且 在每天结束时 问一问自己 我今天是不是装满了一个水桶呢 是的 这就是加水人的生活 这就是你 每天水桶 满满的你 小朋友 听完这个故事后 你想做加水人 还是想做摇水人呢 试一试 每天都问一下自己 今天我的水桶 抓满了吗 希望大家 每天都做一些事 说一些话 去装满别人的水桶 这样 你的水桶 也会被装满哦 今天的故事 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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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